他拥有最先进的理论 却落后于世界 你所有都是伟大观众 你怎么又一下就跟现在一样了 我是全球经济GDP 全球第二了 甚至马上要赶英超美 超过美成第一了 然后我又说我是发展中国家 而且你的人口技术还那么多 那我是发展中国家 第二拥有最无私的政党 却贪官满朝 最无私政党却贪官满朝 第三拥有最灿烂的文化 标榜最灿烂化 却愚民众多 第四拥有最伟大的成就 对吧 你都是伟大超越世界 其他民族却民怨沸腾 第五拥有最多的嘴巴 却只有一个声音 第六拥有最多的头脑 最多的头应该不叫脑 没脑有头 却只有一种思想 有脑吗 那就没脑 第七拥有最大方的外交 却没有朋友 没说没说 秦刚最近说了 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 敌人朋友越来越少 奇葩结论 举世无双 下面还有 还有后面 把路堵死 先把路堵死 然后研究如何打通 这疯子还是神经病 自己把这些路堵死 然后再琢磨 我怎么把它打通 把人隔离 然后研究如何促进消费 人隔离了 项目就没交往了 怎么会有消费 所以他说在打洞 打洞项目就要消费 然后把企业搞垮 搞黄了 然后研究如何解决就业 第四个 把投资方吓跑 然后研究如何招商引资 全是本末倒置 全是本末倒置 然后用40年的时间 完成了西方200年的成绩 然后用两年时间 就又回到了起点 再牛逼 再牛逼 这个我没说 然后网友问 这是什么节奏 什么节奏 自己琢磨 下面还有一个 他说我们活着最大的悲哀 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 穷极一生的经历 都是在阴谋家门 制定的游戏规则里 喜怒哀乐 贫贱富贵 得志失忆 生离死别 都是一个模具里面 我们以前跟大家讲 这就是专注独裳什么 这就是个模具 你相信了这套模具 而且你中国人是非要去 弄个模具给自己套的 模具就有标准的 它就有依赖性了 就自己好什么 好吃懒做了 自己好什么 就不劳而获了 也就是中国人的骨子里面的 生物的最恶劣的东西 把它发扬光大起来 为了好吃懒做 为了想轻浮 不劳而获 所以你把你的权力 全交出给别人 别人给你许愿 你跟我走 你一定能够好吃懒多 一定能够不劳而获 能够发大财 对吧 你跟我走就行 过去共产党 打土豪分天地 是不是这样 就这样 你跟我走 你看老婆都有税地图 小老婆 财产有房子都分了 你不用努力了 到处去抢劫 强盗的宣传逻辑 他换了一种漂亮的词汇 穿了一件衣服 换了一身衣服 就魔鬼的东西上来了 更可悲的是 更可悲的是 大多数人把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 当成人生的信条 这个就更可悲 活着的意 当做人生的信条 活着的意 在不知不觉中 活成了一群没有灵魂的 提现木偶 这个就是最悲剧的 所以你在大陆里面 你跟人这个人一交往 马上看到有没有独立性 有没有自己独立思考 哪怕意见不同都没关系 关键是有没有自己的东西 所以但是很多人 又喜欢对方没有 因为什么呢 他可以拉帮钱派利用他们 往往没脑子 就成了别人的影子 成了别的影子 就是让知道他们干坏事 他就后面真正的不劳而获 他自己不劳而获 让别人冲在前面 填坑去 他就后面收割 让其他人替他卖命去 这是这么几条 我们给大家想想 下面还有一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I can't stand it You're running around And I can't stand it You put me down I put a spell I put a spell On you Because you're mine You're mine You're mine Zither Harp I love you I love you Anyhow And I don't care If you don't want me I'm yours Right now I put a spell On you On you Because you're mine Because you're my You're mine You're mine Emmeline